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第七阶段第五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节课 那么在前两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Multiple Regression,也就是多元回归分析 我们跟大家通过举例子和在Python中如何进行应用和实现 跟大家进行介绍 那么从本节课开始呢,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非线性回归 也就是Non-Linear Regression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 叫做Logistic Regression 那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呢,中文叫做逻辑回归 我们之前其实在给大家介绍神经网络算法 New Network的时候简单介绍过 因为这是我们神经网络算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本节课和下一节课两节课内容呢 我们将重点详细跟大家介绍 Logistic Regression相关的知识 好,首先这节课我们将跟大家介绍理论方面的知识 下一节课呢,我们将结合Python实例 跟大家介绍如何用Python代码来实现 非线性回归的分析 尤其是Logistic Regression 在了解非线性回归 尤其是Logistic Regression之前呢 因为在之后我们介绍Logistic Regression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要运运到,运运到这个概率方面的内容 所以呢,首先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概率,就是Probability的概念 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的相关的一些含义 这样给大家做一个铺垫 对后面我们进行Logistic Regression的理解 进行一个铺垫 好,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概率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概率呢,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英文呢,叫做Probability 那什么是概率呢 概率呢,它的定义其实就是说 它是对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的一个衡量 那怎么来理解它呢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定义到概率 它的值是在0到1之间的 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1 那么如果当一件事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它的概率为0 如果一件事情确定会发生 那么我们就说它的概率为1 那我们举个例子 什么是概率为0的事件呢 比如说有一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这个概率基本上是0的事情 那什么是概率为1的事情呢 就是说假如现在我把我手里的鼠标放在空中 手松开 鼠标会往下掉 而不是会往上跑 是吧,因为地心引力 所以这样的事件呢 确信会发生的它的概率为1 所以呢 所有的概率都是在01之间的一个数 越接近1呢 说明我们对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 认为它越大 那么概率属于后来计算的呢 当然有很多很多估计的方法了 我们谈几个基本的方向 一个是根据个人的自信范围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想明天会不会下雨呢 那么有的每个人这个是有一个主观性的理解 所以有的人可能认为更可能一些 有的人认为不太可能 就是说可能是60%的概率 那这样就是一个纯粹一个主观的个人自信 这也是一种估计概率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根据历史数据 比如说呢 在明天会出现这个晴天的可能 那我可能根据过去10年的当地的这个晴天和雨天 估计一下 晴天占的百分比多少 然后我们看明天 这个可能会出现晴天的概率是多少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根据模拟数据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工厂 然后呢 我们想知道 它如果来生产一个流水线 来制作手机的话 它生产出来的这个次品的概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流水线来 假如说我们生产1000台手机 我们来衡量一下 这1000台手机中有多少个是次品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百分比 就可以作为一个概率的模拟 就是说我们下次假如再生产一台手机 它出现的是次品的这个概率是多少 假如说我们生产了1000部 其中有三部是次品 那么我们再生产一台手机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出现次品的概率是千分之三 也就是百分之0.3 好 这就是概率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个什么叫条件概率 条件概率 因为之后我们介绍logistic regression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这个条件概率 条件概率 它的数学的定义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事件 A和B在B已经发生的情况下 既定B已经发生情况下 A发生的概率就叫做A对于B发生的条件概率 那它的数学定义呢 就是说A和B这样 这是取一个交集 就是说A和B同时发生的概率 除以B单独发生的概率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说 球场上 一个球员上场比赛 他受伤的概率 是吧 这是我们可以从 比如大量大量的足球比赛中 我们衡量一下 比如说 一个总共我们抽出来 一万场比赛 然后看一下有多少的球员受伤了 我们可以从这个比例中 估计一个受伤的概率 假如说受伤这个事件是A 那么纯A发生的概率是多少 但是呢 我们假设有另外一个事件 说这是一场职业联赛 那么这个职业联赛 将是一个另外一个事件 当做B 就是说我们已知一场比赛 是职业联赛 那么一个球员上场 踢球的时候 他受伤的概率多少 大家可以从常识来判断 这个概率 很可能是中大了 对不对 因为职业联赛的竞争比较激烈 比普通的足球业余比赛 受伤概率较大 所以如果已知是职业联赛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一个球员上场踢球 他受伤的概率是多少 我们就要重新来评估 我们可以用 有一场比赛 他是职业联赛的概率是多少 作为父母 分子呢 我们说有一场比赛 他既是职业联赛 球员也受伤了 这个概率是多少 然后两个的比例呢 就可以算出来 在是职业联赛的情况下 一个球员受伤的概率是多少 好 这就是一个条件概率的基本概念 那么下来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 logistic regression 好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 这个linear regression 我们是用一条直线来模拟 这个空间中的 比如说二维的一些点 好 我们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些肿瘤 同学们知道 这个肿瘤是分为良性和恶性的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有一组变量 x 就是一个单独的变量 叫做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是吧 假设我们有一个单一的变量x 它的表示的含义呢 是这个肿瘤 它的大小 那么还有一组变量呢 我们是想知道这个肿瘤 它是恶性还是良性的 我们假设是恶性的 它是1 良性的是0的话 那么我们收集 假设有八个病的肿瘤 它们的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八个肿瘤 它的大小 尺寸 和它是良性还是恶性 假如说这四个是良性的 是吧 上面四个是恶性的 那假设我们现在用一个 线性的模型来模拟它的话 我们可以画这样一条直线 但是同学们可能会想 这里的Y 跟我们之前讲的不一样 因为之前我们讲的Y 是一个数值型的 连续的变量 那这里我们只有两类 良性和恶性 那我们怎么来分呢 我不能说一个肿瘤 它是0.8 或者0.2 良性或者恶性 所以我们可以以0.5为界限 也就是说 当一个数据 我们把这个 线性回归的线 画出来之后 根据以前的方法 找出来这条 线性回归的线之后呢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总流 我们可以先算出它的Y值 看它是0.几 如果它是0.5之上呢 也就是说这HX值 就是我们的Y值 H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Regression function 这个Regression的函数 我们算出来HX 就是它有对应的Y值 如果大于0.5呢 那么我们就认为 它是恶性的 就是等于1 如果小于0.5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0 那我们从这个图像来看的话 好像貌似这样的方法 我们用传统的这个 线性回归的方法 也是可以分析这一类问题的 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上 但同学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假设 简单的一个小的变化 发生在这个数据机上 就是说我们之前收集了 8个病人的这个肿瘤的数据 对不对 假设现在有第9个病人进来了 它有一个巨大的肿瘤 它的size非常非常大 那很可能是恶性的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它是恶性的话 那这个点的位置在这里 这时候我们再来观察 这样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重新来 根据之前 list squares的方法 来进行模拟的话呢 你和我们的新的regression line 可能大概是像这样子是吧 因为它要代表 所有点的一个趋势 但是这样一个点呢 这样一条线呢 它可能就不能很好地 帮我们来分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时候 我们如果还是按照0.5 任何一个点 把它的hx 就是y值算出来之后 如果是0.5以上 我们当作是良性 0.5下是恶性的话 恐怕这些点会把很多 这条直线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 因为我们如果选一半的话 可能在这里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很多良性和恶性的肿瘤 将会被错误的分类 因为我们假设现在 用0.5来分的话呢 那么他们可能会把一些种良性的总领 区分成恶性的 恶性的区分成良性的 所以呢 我们可能以这个0.2条线 作为分界线可能更好 因为大家看到 这个良性的都在这块附近 而恶性的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可能以0.2为例 0.2以上的 我们认为都是恶性的 0.2以下的是良性的 比较合理 但朋友们这里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能根据新的数据进来 我们就不断调节我们这个预值 因为之前我们假设设设计0.5 这时候又设计0.2比较合理 所以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说明我们用传统的这种 线性回归的这一条直线的方法 来模拟这一类问题 它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取决于它这个数据点的分布 它可能不适合仅仅使用这个线性的 回归模型是不太适合的 也是不能够满足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引入了这个非线性回归 这里我们讲的这个模型叫做 logistic regression 也就是逻辑回归 这种函数可以比较好的模拟一类数据 它可能更强大一些 因为我们并不默认前提 这个数据它的总趋势是可以用一条直线来衡量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 大家看一下 什么是logistic regression 逻辑回归的基本模型 假设我们今天的测试数据为x 也就是说呢 我们有多个自变量 从x0xcxr到xn 然后呢 我们要学习的参数呢 为θ 这里的θ 朋友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说的这个β的这样一个向量 就是β0β1β2 只是我们换了一个数学符号表示而已 在这个逻辑回归 也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里面 我们通常习惯用θ来表示参数 但是它的意思和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β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要我们学习这个方程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参数 就是θ可以作为一个向量 它里面包含θ0θ1θ2到θn是吧 这n个参数 那么我们按照之前的习惯呢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种线性的加权求和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用θ0乘以x0加上θ1乘以x1 一直加到θn乘以xn 把它作为一个方程进行模拟 但是呢 因为这里我们 大家注意一个区别 就是说对于logistic regression的话 我们要求我们的y值是在01之间的 也就是x它的定义可以是负乘到正乌乘 但是我们的值域想在01之间 而且我们要有一个非线性的转化关系 所以呢 在定义了这个z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新引入一个叫sigmoid函数曲线 使这个0到1之间的这条线来平滑化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new network神经网络的时候 就大家介绍过这个sigmoid function 那么 之前我们所定义这个线性的这样一个 对应的参数和x的变量 球机然后加起来呢 它写成向量的形式可以写成这样 对吧 因为我们θ这个大写θ可以作为一个向量 表示的是θ0θ1一直到θn 那么它的转质是一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乘以这个大写x 大写x就包含了x0x1x2xn这样一个向量 是一列 所以呢 z呢 用向量表示的话 就可以写成θ的这样一个向量的转质 来乘以x 好 那么现在我们为了使这个方程 在01之间 而且让它平滑滑 所以呢 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方程 叫做sigmoid function 也就是之前我们在神经网络的时候 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方程 它的方程定义为g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变量z 它的方程格式是 1除以分母是1加上e的负质次方 那么有了这两个方程呢 我们把它套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要讨论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程 所以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z的这个 这个方程 这个z的方程呢 就是说 它我们看到 这个定义在负义穷到正义穷之间 然后呢 它是经过了这个 当x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这里面的z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的gz这个值是等于0.5的 然后呢 这个值域 也就是gz的整个的值域是在0到1之间 它刚好经过了这个0.5 0和0.5这个点 也就是说 当x大于0的时候 那么这个gz 也就是z大于0的时候 这不好意思 这里的字变量我们现在定义为z是吧 不是x 所以当z如果大于0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gz就是函数值 是在0.5和1之间的 越大的话就无限接近1是吧 它是增函数单调的 然后呢 如果当我们的z是在负义穷到0之间呢 那么这个gz它是在0到0.5之间的 所以这样一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它来模拟01之间的一个变化 而且是一个平滑的曲线 好 那下面我们就给出这个预测函数啊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标准定义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hx 但是呢 这个 用hx来表示我们目前的logistic regression x指的是我们的自变量 θ指的是我们的参数 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 那这里面hx是怎么定义的呢 也就是说 我们定义为 刚才所说的这个sigmoid function g 这个曲线函数 里面我们是以θ的转置乘以x 这样一个线性的组合 作为自变量 嵌套在这个sigmoid函数里面 所以把它写开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1 因为这个函数本身当作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就是1除以1 1加上1的这么多次方 也就是θ的转置 负θ的转置乘以x次方 是这样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套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一个加全求和的过程 第二部分我们套了一个sigmoid function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函数的定义 就是我们所谓的逻辑回归 也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接着看 就是对于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描述成一个概率的形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定义好的这个h 这个函数 以θ为参数 以x为自变量 它呢也可以被描述成是 我们一个概率 什么样的概率呢 是个条件概率 就是我们刚才 在刚开始视频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 对于给定的一组数据 就是x还是自变量 对不对 和一组参数 固定的参数θ 那么y等于1的概率 对不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函数 它的图形是在01之间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一个概率的意义 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给定x和θ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y值 也就是因变量 这个标签等于1的概率是多少 它的条件概率是多少 这就是θx所描述的一个含义 那么同样的 我们根据概率的基本常识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标签 这里是一个二维化的 就是0和1 所以呢 我们如果知道了等于1的概率 那是不是等于0的概率 就是1减去它呢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事件 如果我们知道了 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要知道这个事件是的补给 也就是它不发生的概率 另外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就是1减去之前的概率 所以呢 我们知道 y等于1条件概率下 是等于hθx 那我们现在想知道 y等于0 在同样条件下的概率 就是1减去hθx 好 对于这两个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也就是逻辑回归的方程了解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构造出 我们的cost函数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目标函数 让它我们对它的值最小化 这是我们的目标 好 我们还可以先回归 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所谓的线性回归 大家还记得 假如说我们有一些点 然后我们要找到一条直线 来最好的代表这些点的趋势 那么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直线 可以来画 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义一个标准 可以画出这条直线呢 那么它标准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list square method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这条直线上的每个预测点 和这个真实点之间的这个小短杠 这个距离 它们的平方和最小 我们要导出这样一条直线 是它我们的平方和最小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给大家讲的 这个所有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字母的标记 稍然有一点变化 也就是说 这个y指的还是 我们的真实值 右上角这个i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为了表示 因为后面可能我们要求积分 所以我们现在把每一个实例 它的这个 所以 是第几个实例 把它写在右上角 所以这个i指的就是 我们有多少个例子 是吧 跟之前是一样的 每一个实例 我们一共有m个实例 我们要求和从第一个实例到第m个 那么这个yi指的就是说 每一个实例 它的真实值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这看到这些小红点 它的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hθx什么意思呢 首先xi是我们的自变量 对每一个实例 它的自变量是多少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套用h这个方程 也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的方程 那在我们之前学到的 这个普通线性方程里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线性方程 对于x变量 把它作为自变量 那么求出来就是一个预测值 其实这个值就是我们之前 所说的这个y hat 就是说预测值 对于每一组实例 它的预测值是这个h 它的真实值是这个y 它们两个x求平方 然后把所有的实例 这些平方全部加起来 我们要使这样一个值最小化 这是我们之前 讨论这个线性回归的时候 所做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使它 我们找到这个最优的 这条直线的一个方法 那么现在呢 其实我们讨论这个logistical regression 我们可以跟之前完全套用 类似的方法来做 也就是说 我们同样要建立一个方法 也就是一个目标函数 或者叫cost函数 使它最小化 我们要找到的θ 能使它最小化的这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参数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之前我们刚才讲 跟大家解释了 这个hθx这块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 在线性模型中就是指的是θ0加上θ1乘以x 也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 之前我们用的数学标记有一些效率不同 我们用的是β0加上β1 但是现在我们就把β换成θ了 其实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线性模型中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这个θ0和θ1 使这个目标函数 也就是cost函数最小化 好 那我们现在对应来看一下 在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中 我们如何找到这样 建立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cost的函数 或者目标函数 同样我们可以找到这个θ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以下呢 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cost函数 那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的函数中 这个hθ的定义 是可以作为一个条件概率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建立这个目标函数 其实我们是对刚才以上的建立的这个hθx 这个概率 我们求一个对数log 可能有同学问为什么要求对数 因为对数有一些比较好的性质 比如说对数的 对一个g 我们可以把它画 从成g和除法 转化为加减法 所以呢 它的性质 还有一个好的性质 就是说对数 它其实是一个单调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最大化 或最小化一个方程的话 对它的对数 最大化 最小化 和对原方程 最大化 最小化 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的运算可以简单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给之前的这个hθx 这样一个方程 取一个对数 负的对数 也就是说 当y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是想要的cost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之前是想最大化 我们现在取一个负值 就想要最小化 那么同样现在呢 我们当y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取这样一个 1减去 之前的hθx 然后呢 前面取一个负 所以呢 我们的cost分两部分 当也取决于这个 我们的标签是1还是0 它的两部分方程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方程 可以合并为一个方程 我们叫做j jθ 这个jθ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cost函数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m就指的是 我们除以m 这里乘以m分之一 就是说 我们一共有m个实例 我们到时候要求一个均值 所以我们除一个m 然后呢 我们 我们要对所有的这个 预测值和实际值之间的一个cost 进行一个求和 然后除以m 那么我们怎么办 怎样把这两个方程写到一起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写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说 首先负的1除以m 大括号里面有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我们之前yi乘以loghx 还有一个是1减yi乘以log1减hx 那么这两部分呢 其实就是上面两个函数的一个合并 我们可以代值进去看一下 我们假设 现在y等于1 也就是上面这种情况 对不对 那代值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一下 y如果等于1的话呢 那右边这部分是不是等于0了 因为1减去1等于0 所以右边这部分就消失了 那么左边呢 是不是刚好就等于 上面这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那么后面呢 如果是y等于0的话呢 我们可以带到这个底下公式里面看一下 y等于0的话 前面部分是不是就变成0了 那我们剩下的是不是相当于 下面这个式子 所以呢 底下这个cost function 也就是说 它是用一行方程 把我们之前的这种两步的方程转 合动为一步 那么现在就 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清晰 所以说 我们现在就定义了这样一个cost函数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所有的数据来训练 并且学习出来一组θ的值 是这个目标函数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jθ这个函数 使它的值最小化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好 那我们数学上来讲的话 怎么使一个方程最小化呢 通常我们对它的变量 求偏导 然后呢 我们让它的导数等于0 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来求 所以呢 在这个数学上 因为这个方程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 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们使用传统的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这个叫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 梯度下降的方法来求解 找到合适的θ 对于这样一个目标方程 我们要使它最小化 我们如何来找θ呢 好 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是这个梯度下降 我们之前提过一下 梯度下降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法 在计算机中 也就是说 从图示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对于多元的 这个非线性的函数 它是有一个曲面 是吧 它也是一个高阶的一个平面 高维的一个超平面 那么我们假设 现在从这个平面上的某一个点出发 我们的目标 大家还记得 就是要找到 这个平面上的值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方程的值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要 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到一组θ的值 使这个j 这个方程 就是定义的这行方程最小化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一组参数 我们能 最小化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个图来讲的话 我们要找到它的最低点 它的minimum 那么我们从任何一点出发 我们想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走到这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 所对应的这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找到的这个θ 好 这个解法呢 就叫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 它这个推导过程 我们就不给大家详细叙述了 因为这个就超过我们本课的范围 但是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思路 就是说 我们从任何一点出发 我们对它求偏倒 然后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 我们可以 潜在的可以朝很多方向走 对不对 但是呢 某一个方向是下降这个梯度最大的 我们走的最陡的这个坡 往下坡走一步 然后呢 我们在数学上也就是说 我们求倒数 然后呢 有一个更新法则 我们在这一步 通过求倒数之后 我们找到了一个最 这个斜率最大的一个方向 走一步之后 然后我们再重复这样的步骤 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走走走走走 后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低点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呢 也是在这个 这相当于说 我们之前地理上学的这个等高线 就是说 我们从某一个点 怎么找到最低点呢 就是说 我们最每一个点 对它求倒数 然后我们有一个更新法则 来不断的更新 我们目前的点 也就是说 从这个最坡度最陡的地方往下走 这样的话 通过不断的循环 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最低点 它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数量来表示呢 也就是说 θ我们叫做j 那么对于我们之前的这个cost function 也就是说我们的cost函数 大写j 我们呢 对θ 以θ 对j 求导数 那么前面要乘一个alpha 这个alpha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其实提过一次 这个叫learning rate 就是我们学习率 就是说 我们每一步 步子迈的大还是小 是一个常数 我们设定好的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会动态的更新它 那么这个alpha呢 乘以我们这个 所求的导数 就是我们的更新法则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步 我们根据我们的实力传进来之后 我们通过θ 减去这样一个成绩 那么就得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θ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对我们刚才所建立的这个cost函数 也就是这个j函数 我们求偏导 然后呢 这个具体过程 我们就不跟大家详细讲了 主要就是对这个函数 对θ 针对这个函数 对θ 求导数 求偏导数之后呢 经过化解之后 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一个更新法则 也就是说θ 这就是对于某一个实例 是吧 我们呢 减去这个learning rate 学习率乘以一个 我们之前定义的logist regression 这样一个函数的估计值 和减去对应的这个函数值 真实值 然后呢 再乘以这个x 它的自变量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更新法则 我们来不断的更新θ 我们是对不同的实例 因为这个这里的这个i 大家再提醒一下 这个i指的是不同的实例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十组数据的话 十行的话 每一行 我们 进行这个代入这个方程 然后我们的一共有十行 就是说m等于十的话 就是说从第一到第十 我们同时对所有的θ进行更新 然后呢 我们重复这样一个步骤 把数据重复带进去 对θ进行更新 直到收敛为止 什么叫收敛呢 就是说我们的更新 如果它的这个更新的量达到 小于我们之前设的一个预值 或者说我们更新之后 我们算出来的错误率 低于我们之前设的预值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收敛了 也就是找到一个 起码是一个local minimum 或者是global minimum 就是全局的一个最低点 或者是局部的一个最低点 好 那么这一步就是最重要 就是通过我们gradient descent 梯度下降的算法 和对原始我们创造的这个 cost function 这一球偏倒之后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更新法则 那么现在呢 只要对于每一组数据 我们套用这个更新法则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下一步的θ 重复 重复这个步骤到收敛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最终的θ的值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ogistic regression的模型进行学习 好 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logistic regression 逻辑回归 并且给大家介绍了 它的理论模型和如何通过 gradient descent 梯度下降算法 来学习θ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下面一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python的代码 给大家介绍 一步一步详细介绍 如何通过结合我们今天的理论 来实现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和gradient descent的算法的实现 就可以我们可以 用实际的数例来进行计算 好 那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到这儿 先到这儿 怎么办 进行 无视着 女人 温暖 有些地方